《聖經好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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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兄姐妹,大家好,我是林彬 大兄姐妹,祝你平安,我是紫山 歡迎繼續收看《聖經好好聽》 這個茶經節目 和我們一起查考神的話語 好希望藉著查考《聖經》 令我們對主的認識更深 更加明白祂的教導和心意 上一集,我們開始查《肥利門書》 紫山幫我們溫習一下 這一卷書的主要內容 沒問題 《肥利門書》是使徒保羅寫給主內 一位叫做《肥利門的個人書信》 目的是為了一個叫做阿尼西姆的奴隸 他偷了主人《肥利門家》的東西 然後跑出來 在羅馬,阿尼西姆碰到保羅 結果認罪悔改,並且信了主 因為這樣,保羅就寫信給肥利門 希望他用愛和赦免去對待阿尼西姆 並且與這個已經悔改信主的奴隸和好 這就是保羅由與神和好,遵入與人和好的原則 而慈哀和赦免就是基督福音的本質 林彬,在上一集結束之前 我問你阿尼西姆是怎樣遇到保羅的呢? 你還未回答我 根據《試圖行轉》第28章30和31節的記載 當時保羅被軟禁在一個由他自己租回來的地方 可以找人幫他和照顧他的喜居飲食 保羅也可以自由寫作和接見外面的人 甚至可以向他們傳福音 所以當阿尼西姆從肥利門那裡走了出來 輾轉便去了羅馬 應該是的 不過我們不清楚 到底阿尼西姆是因為偷了東西而逃走 還是肥利門派他出門做事 在路上他吞佔了主人的財物 然後就逃走了 那是他自己去找保羅的? 有些解經家認為 當初可能是服侍保羅的推基鼓 在路上遇到阿尼西姆 然後帶他去見保羅 這個推測有什麼根據呢? 解經家是根據 歌羅西書四章七至九節的內容 芷珊幫我們讀這一段經文 好 歌羅西書四章七至九節 有我親愛的兄弟推基鼓 要將我一切的事都告訴你們 他是忠心的執事 和我一同作主的伯人 我特意打發他到你們那裡去 好叫你們知道我們的光景 又叫他安慰你們的心 我又打發一位親愛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 他也是你們那裡的人 他們要把這裏一切的事都告訴你們 這一段經文提到 保羅在猜派推基鼓去送哥羅西書和肥利門書的同時 陪阿尼西姆回到他主人的身邊 所以解經家推測 推基鼓和阿尼西姆的關係應該都是很特別的 這個推斷都很合理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推測 不可以作為參考 無論如何有一件事是千真萬確的 就是保羅親自帶阿尼西姆信主 這一點我也知道 因為在肥利門書裡頭 保羅稱阿尼西姆是他捆鎖時候所生的兒子 保羅很喜歡用父子關係 去形容他和那些由他帶領信主的年輕信徒之間的親密關係 就是好像提摩泰和提多一樣 都是被保羅稱為兒子的 這一點也表示 在保羅的眼中所有信主的人 無論他們的身份地位和社會地位如何 在基督裡都是一種新的關係 所以對年輕的阿尼西姆來說 他再不是奴隸而是兒子 阿尼西姆在信了主之後 保羅不單止對他就好像自己的親生兒子一樣 亦都因爲他無家可歸 所以保羅就收留了阿尼西姆 至於阿尼西姆他亦都很願意留下 甘心情願去服侍保羅 保羅當時在羅馬被囚禁 很需要有人服侍他 所以保羅正是要求阿尼西姆的主人 原諒他就夠了 爲什麽要將他送回肥利門那裏呢 由肥利門書的子女行奸我們知道 保羅的確是很希望阿尼西姆 能夠長時間留在他的身邊 不過保羅認為即使要阿尼西姆留下 亦都應該是出於他主人心甘情願那裏才對 何況根據當時羅馬法律的規定 私下留下別人的奴隸是不容許的 那究竟當時有什麽法律規定呢 當時的法律規定 一個逃走的奴隸 為了自身的安全 可以投靠一個願意暫時庇護他的人 而這個庇護他的人 就有義務為他出頭通知奴隸的主人 並且安撫這個主人的怒氣 希望他答應再次收留這個逃走的奴隸 這個提供庇護的人 亦都有義務去說服奴隸 回去主人的身邊 萬一那個奴隸 跟此不肯回去 那又怎麽呢 這個庇護他的人 可以把奴隸帶去市場拍賣 然後就將賣到的錢 交回給這個奴隸原有的主人 無論如何 他是絕對不可以 將這個奴隸留在自己身邊的 我想知道為何 因為這個奴隸 是他原來主人的財產 如果他私自留下奴隸而被發現 要按照當時留下奴隸的日子長短 去賠償給原有的主人 這個令我想起十戒裡頭最後一條戒命 不可貪戀人的房屋 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妾、瀑皮、牛爐 並他一切所有的 根據這條戒命 即使保羅不理當時羅馬的法律 要留下阿尼西母 他還是不可以這樣做 否則就違背了舊約的教訓 難怪保羅要將阿尼西母送回他的主人 保羅很清楚知道 奴隸制度在當時的社會倫理 是多麼被重視 而奴隸被送回去之後 他的下場很難預料 所以保羅才很小心地寫信給肥利們 懇求他能夠在主內 原諒和接納阿尼西母 這次保羅在信裡 還親自寫了幾個字 為的是要保住阿尼西母的命 但保羅不是每次都自己親筆寫信嗎? 保羅因為雙眼不好 所以當他寫信的時候 多數都是口述 由其他人代筆 對了 那收信人肥利門又是誰呢? 他和保羅又有什麼關係呢? 聖經很少提到肥利門 不過由肥利門書的第十九節我們知道 肥利門亦都是保羅帶他信主的 根據解經家的研究 他們認為這件事可能是 保羅去以忽所傳道的時候發生的 照你這樣說 肥利門和阿尼西母 都是保羅帶他們信主 為了感動肥利門 保羅甚至在子女行間 希望肥利門顧念這一份情 保羅如何接納阿尼西母 他亦都希望肥利門同樣接納他 剛才你好像提過 肥利門和哥羅西教會是有些關係的 肥利門信主之後 成為哥羅西教會的其中一位領袖 在他家裡還定時有聚會 如果是這樣 肥利門如何處理阿尼西母 對教會、對弟兄姊妹 都會有帶頭的作用 應該是 我們介紹完肥利門書的寫作背景 都應該在這裡停下來休息一下 在下一集 我們會和大家介紹 肥利門書的架構和保羅寫信的方式 弟兄姊妹 我們下一集再見 弟兄姊妹 下一集再見 恭喜大家 建源 感谢观看